今天的里长来带路是渔航里里长曹哲明要带我们看渔航里的废渣山 原本是新北市政府在整治双西河后所留下的高滩地 原本这处高滩地杂乱无章 经过地方多年的争取 水利局补助经费来改善这里脏乱的环境 去年3月开始整理为防汛平台 在春夏之际还可以看得到大片波斯菊花田相当绿意盎然 双西区渔航里的废渣山 因为双西河整治而生的高滩地 在整治过后留下高滩地杂乱无章也造成环境脏乱 地方就积极争取将这块地披建成公园绿地 或让民众修起空间使用 一百公斤一年 他的相机和整治以后参成这篇抗地 双西河后就是整出环境来做立美化 做立美化 还包括文修在以前的波斯菊花海 所以每个到达在市场 但是碍于法律规定要设置成公园绿地有难度 因此只能用来作为防汛平台 未来防汛期间救災工具都可放置在这里 虽然和当初地方的想法不同 但杂乱无章的空间总算是有干净平整的平台可使用 包括我们这里相机和的景观和北海的地路 的飞车和普悠的飞车 所以不但这样 第二边算通车后 有机会越来越多 所以造成这些地方的一些环境的污染 我在这家的联系会没了 所以我建议公所是不是可以 来把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流动公便所 在平台旁边一块不算小的土地 在经过自己家里弟弟的桥手下 种了许多波斯菊 在春夏之际就能看到一大片的波斯菊花田 观光景点的时候 登山步道它都有摆设一个流动厕所 包括它有专人管理 有专人为管理 所以我这家联系会没提出来的就是 建议是否可以在这里找一个适当地点 做一个流动便所 现在经过台日丙渔航里的路段 不仅可以看远处铁桥火车经过 春夏之际还能看到一大片的花田 也让这处原本荒废已久的高摊地 有了新契机 记得陈云威 双溪采访报道